我們來看一下廢育齁 廢育的話呢 我之前我以為說這個什麼 就是各個屬性的回廊都消失了 結果他是把前面的那一個比較爛的飾品拿掉 然後呢 這個這五個屬性的回廊還是要打 所以說像我現在我就只有光有這個什麼加4而已 其他都是加3 那所以說這邊還是可以刷 那但是這邊的話呢 可以一次用五張嗎 哦 哦 你這樣子要一次用五張 然後刷到你想要的這個戒指就會比較好了 所以這個廢育券可以一次用五張 但是體力的話應該就沒有辦法了吧 我不能說一次用10點體力啊 那就算我有這個滿出來的生命石也不行 所以看來的話這個僅限於是這個廢育券 好 那我們就打一下寶珠迷宮吧 呃 寶珠迷宮的話 我們就打B41到B41到50吧 然後一次用五張 哦 我好久沒有用這一對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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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隊叫做注意寶珠迷宮隊 這一隊 糟糕我這一隊好像 不對耶 我這個隊伍已經 已經被我弄亂了 稍等一下 我要稍微調整一下 好 現在我們裝備這個空產就方便多了 因為我們只要設定一個晶片就好了 然後呢 當時我是這樣設定的 就是左躍馬里呢 他還可以再繼續加BUFF 因為這個就是拼命的打BUFF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白河結奈 清小兵 再加上說累積OD 那主要是我們的縱村百合 那因為說這個攻擊次數有限呢 所以說我會給他裝備 這一個 欸 火技能的 就算沒有初期SP加上沒關係 至少我的這一個大災難我可以打五次 然後呢 失業 失業妹妹也是一樣 這個大招都可以打五次 一開始SP少三點 其實沒有差 那這樣子呢 其實我就有很多角色可以上BUFF了 首先是這一個 這個縱村百合 他可以打五次的大招 然後李映夏有無中生有 然後呢 這個 新勝華可以上暴擊率 然後呢 失業也可以上暴擊率 左躍馬里也可以上 也可以上這個暴擊率加星野 所以大概大概是這個樣子的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就推推看吧 這是我之前的隊伍啦 看看說現在推起來感覺如何 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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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張券 降低預敵機率二分之一 看看說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有感 喔 哇 219妹喔 好 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先把谷回來打這個40的BOSS吧 你被捕了 不 我太久沒打了 我應該先裝備SP加3 然後再進去裝備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技能數增加1的那一個 這樣子我就不會被扣那個SP了 你看 太久沒有打這個寶玉迷宮 都忘記那個順序了 沒差,預滴機率少1分 41到50應該是很好走到吧對不對 省掉那些小怪浪費我的技能應該沒什麼問題了吧 應該不是說技能啦,就是說浪費我的這個Energy喔 欸對喔,我一次用5張,那我Energy怎麼補 要用5張費用券來補嗎? 對不對,我的生命力不可能補得回來啊 然後BOSS是不是有弱化啊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是一個大災難可以解決嗎? 對不對齁,完了完了,我懶得翻我的影片啦齁 那我們就打一個大災難就好了齁 就疊一次齁,無中生有,哇!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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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沒有補師欸 欸不過破防沒有關係啊,破防沒有關係啊 夢寐以求,說不定上一次就可以了 啊不行,可能還是要無中生有 哎呦,也要用到5回合嗎? 怎麼覺得好像打起來怪怪的 好,抱歉齁,我太久沒有打那個保育迷宮齁 打得爛一點,好,我們來看看齁 5張費用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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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個樣子,就是05次嘛對不對 再來我們就自動走囉齁,我們就自動先走到45層 呃,之前的話呢,大概是跑個,呃,怎麼講咧 跑個3個區域齁,右下角就會變紅色了 那如果說是少1 2分之1的話呢 我至少可以跑個4條吧齁 跑個4個區域再遇敵吧齁 降低機率1 2分之1應該是要蠻有感的啊 也就是說齁,說不定一張地圖遇到一次怪差不多吧 齁,如果說運氣好的話呢,說不定 跑一張地圖都不用遇到一次怪喔 現在才黃色 欸,好像好像有差耶 有有有有有 預敵機率明顯 明顯是有下降了 欸,這個怎麼打呢?我都忘記了齁 來,廢墟幻翔 好,學姐,啊,這個順便累積一下齁 那你的話呢,呃,就揍人齁 只要可以累積OD就好 我還沒拿到追加回合齁齁 還是我們的雷學姐帥氣 哎呀,邊打邊練功齁 來齁,這邊影片我們就還是不跳過齁 就給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改版過後的預敵機率 來看,吧,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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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裡面 看,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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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呃,呃 呃,呃,呃 呃,呃 呃 呃,呃 呃 呃 哎呦,48關的BOSS是兩隻喔,這要怎麼打啊? 哎呦,我大災難已經用到只剩兩下了 所以這一隻的話呢,是不是要用學姐打啊? 哦,學姐吃兩個BUFF是可以把這個48級的解決 不過我這個是,怎麼講呢?圖一的學姐 好了,我跑到這個B50了,然後我的Energy還有39 很明顯,我自己之前跑的話呢,到這邊大概都只剩10 甚至是已經見底了,就是說再打一次就基本上就空了 那當時的狀況是你只要剩下一點,只要是0以上 進入戰鬥就沒關係,你要打多久都沒關係 因為這是最後一場戰鬥了,雖然說是BOSS有兩個型態 但是呢,你只要不是在Energy0的狀況下進去呢 你就可以跟他慢慢的耗,都沒關係 那現在呢,我還剩39,所以說很明顯中間的小怪的確是少很多 好,那我們就打一下這隻BOSS吧 那如果說這隻BOSS打錯的話呢,你可以把遊戲刷掉重來 他有兩個型態 來,先來一個絕對現象 呃,我也不確定說我的傷害現在到底是如何喔 我想說兩個無中生有留到下一次好了 這樣子我的暴擊率應該是夠了 我這邊有兩個,我想要留到下一隻BOSS喔 那這邊的話呢,我的攻擊力上升有兩個 暴擊率有兩個,暴擊傷害有一個 這樣夠不夠啊?無中生有一個 不是很確定吼,那但是我們打打看吧吼 那我這邊還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只有臥龍炎武斬了 好,試試看試試看吼 好,試試看吼 插一咪咪 插一咪咪 好,那這邊的話呢 再依大家個人的這個實力呢 去調整打這個BOSS喔 那我是已經忘記了吼 所以就打得有點亂七八糟 好,然後呢 我們要準備,呃,怎麼講呢 就是,禁,吼,禁OD囉 那,呃,看看extra 然後還有一回合 所以時間的話應該是夠的吼 慢慢來慢慢來啊 兩個,好,夢寐以求的 然後,無中生有 學姐開始打破壞率 啊,抱歉,抱歉 這樣子,這樣子是可以把BOSS給解決掉的 好,然後呢 最後面還有大獎喔 哦,大家感覺如何呢 哦,好像還不錯吧 這個降低御敵機率 真的是蠻有感的 來看一下,剛打完的話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三個寶物給撿完 然後都不御敵呢 試試看吼 哦,五個壁火破水壁 誒,還不錯吼 這樣子跑過來 誒,說不定我都還可以繞回來再撿一些小東西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 誒,報仇也變了誒 哦,什麼東西啊 誒,報仇變成這個龍 呃,禿的 原本是經驗書 變成這些殼石啊 然後什麼斬性啊 禿性打性50 哦,那這樣子對新手來說幫助很大哦 感覺很好 很小 好 好 明白 還是 好 好 好 我們 好